今天是节气中的大寒 很应景的发布了低温特报 而最近电暖气也让卖场的业绩大增三成 不过有些不只要用电还要吃油 但是加的是煤油 也让有些加油站真的卖到煤油 卖场店员把油箱放入电暖气中 天气冷嗖嗖 部分民众会购买加热约15分钟就会暖和的 煤油是电暖气 但是实在太强手了 让贩售煤油的加油站甚至出现缺货的情况 电暖气是民众抗寒法宝 市面上电暖气大致可分成叶片式 陶瓷式以及红通通的卤素灯 随着寒流来袭 各式电暖气的销售量也上涨 对于这一次从礼拜三开始的寒流的话 我们预估这一周至少会成长三成 寒流在20号下半天洗台 从21号开始 西半部和东北地区夜晚跟清晨 会出现8到10度的低温 华东地区也只有13度左右 而21号到22号会最冷 北部明天的高温只剩下14度 跟今天相比的落差很大 中南部明天的高温也会慢慢降到 只有17度到21度 而且明天各地都是越晚越冷 寒流会持续影响到23号清晨 虽然是干冷的天气形态 但受到辐射冷却影响 各地早晚会特别冷 民众的保暖功夫还是不可少 UDN TV 陈梯宇宙 是于台北报道